国庆休假前一天为了庆祝我签下上亿订单 妻子刚开口要给我升职加薪 她的男助理却在一边故意喂她奶油蛋糕 一向有洁癖的妻子却眉头不皱一下 下意识将沾有男助理口水的勺子含进嘴里 在场员工顿时纷纷起哄问他们是不是好事将近 妻子不仅没有反驳 反倒当众给男助理提拔成部门经理 身边同事见我一声不吭用手肘捅了我一下 老许你都是老板身边的老臣了还不给点反应 我冷笑一声大度将自己的 股权转让协议扔给男助理 升职怎么够啊 这些股份就当作我给你们的新婚礼物了 老许我说你怎么一早打印股权转让协议 原来在这藏着呢不愧是跟了陆总多年的老人 消息就是灵通阿包厢里所有人齐刷刷看向我 随后卯着进股掌大声起哄 现场气氛被烘托得十分火热 似乎这里就是陆颜和陈子柒的婚礼现场 陆颜却神情尴尬怎么都笑不出来我只觉得讽刺 刚才她吃陈子柒口水蛋糕 对在场众人赔礼道 不好意思各位我今天有些私事就不奉陪了 不等陆颜开口我转身直接离席 本来我带着股权转让协议是想和富商借款 解公司资金链即将断裂的燃眉之急 这些年公司看起来发展不错 实则因为陆颜太贪心资金链一直紧张 要不是我苦苦之称 从中斡旋拖底公司早就如雪崩一般垮台了 可现在陆颜让我失望透顶 我又何必为她奔忙 只是我刚走出去没几步 身后就传来陈子柒气喘吁吁的呼唤声 许潇哥等等你的股权转让协议还没拿走呢 一只手死死拽住我的胳膊是陆颜 发丝凌乱显然是跑过来的 她皱眉怒道 子柒叫你停下你没长耳朵吗 我脚步一顿 陈子柒趁机追了上来满脸欠一道许潇哥 我不是故意抢你风头的 只是我觉得那蛋糕好吃 习惯先和陆颜姐分享了 随即作秀般抓着我的手 把股权转让协议塞进我的手心 你千万别赌气 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快拿回去 我抬手想把协议推回去 她却神情慌乱以为我真要收回 死死攥着协议的手往回抽 下一秒她脸色苍白 勾搂着背捂着心脏大口大口艰难喘息 我冷眼看着她演戏 还真是拙劣的演技偏偏还有人相信 只见陆颜瞬间冲过去 接住陈子柒摇摇欲坠的身体 她失声冲我吼道 子柒心脏病犯了许潇 你还不快叫救护车 我冷眼看她熟练地从包里翻出药 给陈子柒服下 看一向有洁癖的她 毫不犹豫归在地上 只为了让平躺的陈子柒的头 能枕在她膝盖上 保持呼吸通畅我埋眼讽刺 陈子柒发病她不顾一切 心急如焚 可我胃疼到流汗时 她只会一脸嫌弃怪我拖累工作进度 夜晚救护车来得很快 医院里陈子柒静静静躺在病床上 陆颜像对待珍宝般 轻轻噎了下她的背脚 要不你是突然阴阳怪气搞这一出 子柒能被你吓病吗 我偏投骨拳协议擦过我耳边砸在地上 我知道陆颜是因为陈子柒病了拿我撒气 要是以前的我一定会因为 陆颜对陈子柒出格的关心吃醋和她争吵 但现在我只觉得挺没劲的 我问了一声全当回应陆颜一脸差异 半晌她搓了搓手指 语气柔和了些将骨拳书重新递给我 子柒她一个小孩 脸皮薄我总不能不吃纳烤蛋糕吧 她有心脏病承受不了 以后别再随便拿股权出来开玩笑 这次我就勉强原谅你 我知道这是陆颜给我的台阶 可这次我不想再向她妥协了 我淡淡道还有事吗 没事我就走了 陆颜看我两酒半晌无奈轻叹一声 行了脸色那么难看 好像我怎么你了一样 我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你这么不稳重就算我给你升职 也不能服众多给你转点烟钱行了吧 说着她拿起手机操作起来 下一秒我就收到了亲属卡 额度上调到220元的消息 这么多年她怕我乱花钱 不仅收走我所有工资 每个月只给我两百零花钱 每一笔支出还要她过目才行 一日三餐家中水电大小事情都是我的 每次超支和她要钱 她都用审视目光看我 让我如忙在背 现在这20块钱的烟钱 她都赚得不情不愿 可是陈子柒只是向她撒撒娇 她就豪爽拿出一张银行卡随她刷 我不是没和她争吵 她只冷冰冰看我说陈子柒是她的助理 要负责应酬和她的生活 多拿点钱是应该的 反而责怪我全是不合理开支 我无奈只能做些副业补贴自己 每天连轴转的工作没有一秒钟休息 身体早被累垮了 耳边陆言还在喋喋不休 劝我少花点钱 公司到现在这样不容易 看着手机屏幕上220的数字 我只觉得可笑 我冷着脸反手将亲属卡结绑 她的钱我不需要更不稀罕 台某我淡然对她到 知道了转身走出病房后 我禁止给多年没联系的兄弟打去电话 老王我想通了 下周一帮我颁入职吧 电话那头立刻激动地连连称号 她和我聊起她所在的国外大厂条件多么优越 多么欢迎我这种人才 一直到金屋西沉 我才面带笑容地放下手机 她说的没错 要是当年我 接受她的邀请去海外创业 现在不说风生水起 也是小有成就 这十年为了陆言的公司 我拒绝了无数大厂的邀请 拿着最低的薪水 干着最多的活实在是浪费青春 现在我累了只想为自己而活 回到家中后 我非快把自己的行李收拾出来 其实除了一些生活用品 我什么也没有在这个家宛如过客 家里的贵重物品都被陆言上锁了 上到装珠宝的保险箱 下到她装礼服的衣柜 防贼试得防着我 书桌抽屉里一个压在 最底层的游戏机迎起我的注意 这游戏机是我和陆言创业初期买的 那时候我们赚了不少钱 我一时激动就买了这个游戏机 犒赏自己 可还没玩几次 陆言就说我这样是玩物丧志 对公司发展不利 他不让我玩我就绝对不会去动 在我心里 他的命令就像是无形的锁 可现在我再也不会 把他的话分为圣旨了 我把游戏机拿出来 按动开机键 屏幕亮了起来 竟然还没有坏 我打了两把操纵人物 跳跃行走击杀bus 一就是当初的游戏 我却丝毫没有当初 激动兴奋的心情了 就像我和陆言一样 再也回不去从前了 我索然无味地 将有些落灰的游戏机 放回原位 再抬头才发现 手机上的时间已是凌晨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 加班到这个时候 现在还不算困倦 只是明天还要赶飞机 我准备早些休息 洗漱完我躺在床上 却刷到了陈子柒的朋友圈 照片里陆言趴在他病床边 睡觉满脸天静 配文是指是有点不舒服 老板就来照顾我 这么好的老板 你们羡慕了骂我冷笑一声 他还真是不放过一丝炫耀 他和陆言亲密关系的机会 看来今天陆言要照顾陈子柒 不会回来了 这样也好 我将手机放到床头充电 随后闭目睡觉 我睡得很沉 却没想到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被开门声惊醒 下一秒陆言的声音响起 许霄我回来了 快饿死了 给我煮个面吃 以前无论多晚 我都会等他回来 给他准备 宵夜帮他放好热水 伺候他到入睡 今天我翻身下床 直接反锁上房门 防止陆言打扰我 奇怪每次陈子柒犯病 陆言都一不解代地 照顾从不回家的 第一次他夜不归宿时 我还以为他出了意外 无比焦急 找警察一查定位 才发现他在 陈子柒家 照顾发烧的陈子柒 给他洗衣做饭 陆言当时 还斥责我控制御强 让他窒息 回神陆言不停拍门 疑惑到你锁门干嘛 没听见我说的话嘛 我饿了 难道你不等我就睡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许霄你怎么回事 以前他觉得我半夜等他 是因为没用心上班 所以半夜睡不着冷声 让我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现在我不理他了 他却又不开心 真难伺候 我翻了个深皱眉 将被子门过头 陆言还在拍门 语气软了点无奈道 我就知道你还在生气 可我不是回来了吗 徐大帅哥 我真的好饿 冰箱里怎么什么都没有 我依旧没理他 他的声音逐渐暴躁起来 一字一顿威胁我 许霄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走了 以前我最怕陆言不着家 他这句话 精准捏住了我的软肋 所以他只要这么一说 我都会低声下气地 哄他别走 但现在我只希望 他别在家吵到我睡觉 我摸索着床头柜 找出静音耳塞 带上美美睡了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 却格外清醒 客厅有稀稀锁锁的声音 我警惕地走出去 才发现是陆言 他正在客厅运衣服 微敏唇板满脸认真 我有些疑惑 他怎么没在医院照顾陈子柒 似乎察觉到我的视线 他抬头随后立刻 拿着刚运好的白衬衫走上前来 陆言将衬衫 往我身上比对了一下 点点头满意道 还挺合适的 显得你整个人精神多了 我看了眼衣服标签 是陆言常买的高涉品牌 下一秒他转过头去 抖了抖白衬衫的袖子 自言自语 道你和陈子柒身材差不多 你穿起来还行 他穿起来肯定更帅 我眼光还真不错 只是放了几天 怎么还起褶皱了 运半天都不平 这可不行 像是想到什么 他转身勾勾手指叫我 你在家不是经常运衣服吗 你来 我在心中冷笑 我就知道陆言 怎么可能会想要挽回我 他心里从来只想着陈子柒 我摇头表示拒绝 陆言却毫不意外 一撇嘴就知道 你这个粗精不会干 算了 子柒不会嫌弃我的 他抬手看了眼手上的腕表 惊呼一声糟了 快到他吃早饭的时间了 说着他飞快找出礼盒 将衣服细细叠好放进去 比起和他斗嘴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折身回屋 将离婚协议书 往他身前推了一下 走之前先把这个签了吧 陆言看都没看 只顾着整理礼盒的边边角角 头也不抬随口道 有什么公务改天再说 我还要去医院照顾子柒 很忙 我坚定拦住他 拿起离婚协议书递向他 用不了你一分钟时间 陆言微微皱眉 这才看了眼我手中的东西 下一秒他瞳孔骤然一缩 但很快他似乎想到什么 眉间染上不耐烦 立声道 许潇给你三分颜色 你就要开染房了 就因为我昨天吃了一口蛋糕 你就吃醋还闹离婚 这么多年竟长岁数不长脑子 我摇头继续把离婚协议书 往他身前地 坚定道离婚吧 你也好给陈子柒一个名分 不是嘛 许潇 洛言真的怒了一把 抢过离婚协议书 将其撕成了碎片 我都说了 我和子柒真的是纯洁的关系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闹 庆功会不办了 你也别想升职加薪了 他不再给我说话的机会 气冲冲地转身就走 我有些不耐烦地责了一声 既然这样 我还是先把辞成交上去吧 我打开手机 无数消息谈了出来 经理 你国庆竟然不加班吗 怎么这个点了 你还没来 稀奇啊 老许 我怎么在公卫上没看见你啊 拼命十三郎 不拼了我没回他们 我先把辞成递交给了人事部 随后找律师 公正了股权转移的协议 我说到做到 把股份送给陈子柒 当作新婚礼物 绝不食言 谁知没过多久 办公软件直接弹出来 辞成被驳回的消息 我打过去询问人事部 只为难道 许经理是陆总驳回的 我们也没办法 这是陆总发的定位 让你有事去这里找他 果不其然 正是他和陈子柒 常去的那家酒店 等我赶到时 包厢内早已是一片火热 陈总 您年轻有为 以后公司就靠您 带着我们发展壮大了 陈总 我敬您一杯 也祝您和陆总感情越来越好 我狠狠皱眉一把推开包厢门 屋内所有人都倾斜身子 簇拥着在主位坐着的陈子柒 她穿着今早路沿带去的衣服 看起来依然是个职场精英的模样 而胸前赫然别着 部门经理的胸牌 见到我屋内的工程交错 都停了 仿佛时间静止一般 陈子柒站起身打破僵局 她走到我面前 哥俩好事地拉着我的手 往桌边带 笑道许潇哥 你怎么才来啊 我等你好久了 你快入座吧 我嘲讽一笑 直接甩开她的手 还入座什么都只剩下 残根冷治了 当我叫花子嘛 从我露面时 就做得笔直的路沿 终于动了 她将陈子柒护在身后 随后双手暴毙 对我冷吃一声 某人不是想辞职吗 怎么巴巴 找到公司团建的地方来了 我还市在场员工 基本有头有脸的人 全都来了 都是我相熟的人 却没有一个人 通知我这件事 他们面露尴尬眼神 闪躲不敢看我 用后脚跟响也知道 肯定是陆岩 让他们瞒着我的 怕我出来捣乱 这哪是什么团建活活 一个陈子柒生殖大会啊 陆岩仰着脸 用鼻子出气 哼了一声傲娇道 许潇 我看你根本就不适合 当部门经理 这位置你高攀了 你太浮躁 以后还是从实习生做起吧 老板发话 其他职场老油条 自然明白什么意思 纷纷捧场 是啊许潇 我看啊 你最近有点飘了 还是听老板的指派吧 以前你可是全年无休的 今天甚至没加班 我看啊 还需要再历练 陆岩身后 陈子柒挑眉看我 唇角止不住的上扬 满眼得意 她得了便宜还卖乖 轻轻扯着陆岩的衣袖 劝道 和许潇哥一个级别 已经是我高攀了 许潇哥毕竟待在公司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陆岩眉目流转 不屑道 你是凭自己的实力升职的某人 倒是以老卖老 资历久就能升职的话 这个总裁他来当啊 我嘲讽一笑 当初创业时我心疼他 从来自己承担最多 在实践部门游走 让他当高高在上的决策者 这么多年 我兢兢业业为公司创造价值 陆岩却睁眼说瞎话 仿佛我一文不值 我挑眉 冷漠道 陆总 麻烦你尽快通过我的辞职报告 否则我将申请劳动仲裁 陆岩不以为意冷笑一声 行了许潇 别装了 弄得和真的一样 你除了公司 还能去哪 别忘了你在公司的股份 他一付运筹帷幄的样子 仿佛已经看穿了我 觉得我只是在闹脾气 可惜 他大错特错 我冷然道 陆总 我的股份已经转移给了陈子柒 我什么都不要 只想离职 瞬间 我情凝固 正正看着我 法务部的人在他耳边小声道 陆总 我们确实收到了 许潇方律师发来的 股份转移的公示 一旁看好戏的陈子柒 想不到天降横财 瞬间眼神明亮 他仗红着脸推辞道 许潇哥 你别因为赌气给我股份 快 怎么样我才能把股份还给你 我差点被他这拙劣的表演逗笑了 陆岩则瞪大眼睛 深深皱眉 露出了一种迷惘的表情 仿佛遇见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他似乎才意识到 我这次是真的提了心要走 想通这点的瞬间 他慌了 他勉强维持住自己外表的冷静 随后寻寻善诱 又给我画起了大饼 许潇 我们公司就要上市了 你要是听话 懂事 用不了多久我就给你升职 你以前说的那件事 我也答应你 我觉得可笑 到现在 他连堂堂正正说出和我公开婚姻状况的勇气都没有 还是含糊其辞 我就像一头被胡萝卜吊灼走了十年的驴 不停吃他的大饼 这次 我真的不奉陪了 我一脸冷漠 打开手机里电子机票 感叹道 陆总时间不等人了 我的飞机快要起飞了 有什么事找我律师吧 陆岩愣在原地 看着我手机屏幕中的机票 嘴唇颤抖 眼神逐渐失去焦距 陈子柒却一了一声 许潇哥 你要去哪里啊 我记得你是本地人 难道你打算在国庆期间出去玩 早就买好机票啊 这句话才把陆岩的魂魄换了回来 思惠想到什么 他看向我的手机 猝不及防伸手就要抢 我将手臂伸直 手机高高举过头顶 问道 哎陆总 你怎么抢别人东西 陆岩咬唇 眼神有些飘忽 但嘴上笃定道 你遮遮掩掩掩不给我手机 不就是怕我知道机票是假的吗 许潇 你别装了 你就是个孤儿 能去哪里 就算要闹脾气 也用不着用这么拙劣的手段 原来他是觉得我为了发脾气 假装自己买了机票 我轻蔑一笑 不好意思 陆总 我要去的 是海外 一辈子都不回来了 够了 陆岩打断我的话 他一拍桌子 桌上酒水倾倒在他手背 要是平时 他肯定一脸嫌弃 马上冲到卫生间冲洗 不用洗手液 洗个百八十便不罢休 但现在 他就像毫无知觉一样 眼神定定看着我 他胸膛剧烈起伏了 不知为何 突然一叹 语气软了三分 好了今天是我玩笑开泰国了 我怎么可能给你降职 许霄 你未免也太不惊斗了 前几天你签成了上亿订单 上次还没说怎么奖励你才好呢 等国庆假期结束 我再给你风风光光办一个庆功宴 行吗 众人面面相去 虽然不明白 平时和我总是公事公办 客气树立的路言 怎么突然非要留下我 但是还要捏着鼻子硬劝我 那个 许经理啊 你想想清楚 毕竟你在公司这么多年了 也没必要这么急着走吧 是啊老许 刚才大家都只是和你开玩笑而已 你消消气 咱们一起工作不是很愉快吗 我看着路言 他一脸隐忍 手指钻拳 用力地发白 我知道 对路言来说 这已经是难得的服软 示弱 这么多年来 他从没像今天这样和我低头过 可他不知道 我要离开的决心 比金刚石都要坚决 我摇摇头 转身要走 路言却抄起手边红酒 直接泼了我一身 他冷吃到 你给我站住不好好说清楚 你别想走 冰冷的酒水都头浇下 我眨了眨眼 然后一抹脸 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 路言是个这么暴躁的性格 陈子柒惊呼一声 拿着桌上的湿巾 就凑过来装好人 许潇哥你没事吧 路言姐嘴硬心软 舍不得你这个人才 才这么冲动的 你就和他服软 道个歉吧 给他道歉 做梦去吧 我心中不停冷笑 我看了眼陈子柒 拿来给我擦身的湿巾 上面全是菜汁 我这身衣服 看来是完全要不得了 瞬间 我额头轻轻站起 脑袋一片嗡鸣 我这是到了八辈子的眉了 遇见这两个怪胎 尤其是陆言 他眼睛瞎了吗 怎么看上陈子柒 这么一个阴损小人 我直接推开陈子柒 嘲讽般看向陆言 怎么 陆总不会玩不起吧 员工离职都不行 陈子柒被我这一推 踉枪两步 要是以往 陆言肯定急切地扶住他 再小声安慰一番 但现在他只顾着盯着我 陈子柒咬唇 不甘心地往后一仰 后腰直直撞在桌檐 他痴痛喊了一声 一屁股坐在地上 陆言这才回神 下一秒 他一个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这一巴掌他并未留情 我的脸颊迅速红肿发麻 我舔势着被牙齿撞破的口腔内壁 丝丝屡屡的甜心味在舌尖弥漫 而陆言打完我就去关心陈子柒了 他柔声问陈子柒怎么样 陈子柒满眼得意 躺在陆言怀里卖惨 没事的陆言姐 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被地毯扮了一下摔倒了 和许潇哥没关系 你千万别错怪他 我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愤怒 之前装模作样的静语都懒得说 我冷声道 陆言你眼瞎啊 他碰刺你都看不出来 像你这样的领导 狗才跟你呢 陆言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他满眼厌恶 许潇子柒心善 你就想借破下驴 休想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和子柒道歉 我就和你没完 我呕了一声 问他怎么个没完法 顿时 他怒火中烧 似乎忘了周围 还有一堆围观的员工呢 大声威胁我 如果你不道歉 我就和你离婚 瞬间 在场众人全都猛了 窃窃私语起来 陆总和许潇居然是夫妻关系 这谁看得出来啊 我从没看他们戴戒着 还以为都未婚呢 不过许潇确实曾经说他有爱人 那陈子柒是怎么回事啊 连陈子柒都有些惊讶 抓着陆言的胳膊抖 陆言姐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难道你和许潇哥真的是夫妻吗 陆言说完 脸色瞬间苍白 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但是都到这个份上了 他是个好面子的人 只能耿着脖子继续和我对枪 许潇 你还不道歉 我心中翻了的白眼 笑话 到这个时候 他连说事的勇气都没有 倒是有脸拿离婚威胁我 要是以前的我 恐怕还真的会被他吓到吧 至少 我曾经的梦想就是和他相爱到白头 为此一直努力着 所以每次他只要提离婚 或者分开的字眼 我都像是被拿捏了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敢再惹怒他 现在的我 已经全然无所谓了 甚至觉得太好了 正好 他这么爱面子的人 最怕外人意论 回过神来 我脸上挂上微笑 那就离婚吧 等我跪下求他原谅的陆言问我 他瞠目结舌地看着我 颤声问 你说什么 我一脸淡然 笑道 离婚吧 你是公司老总 不会是个恋爱脑 对我死缠烂打 纠缠不清吧 说着 我拿出离婚协议书 原本只是想让律师帮我寄出去 没想到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看着眼前的离婚协议书 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 陆言手指颤抖起来 他张口 又硬生生把要说的话吞了下去 好 我签 你别后悔 陈子柒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我和陆言离婚 对他来说绝对是件好事 所以他又来添一把火 可是 徐潇哥 公司这么大 要是你们离婚 怎么分啊 可不可以把我分给陆言姐 他这话说的 好像父母离婚后 不知道自己要跟谁的孩子 陆言却像得了借口 停笔扔到一边 冷笑道 是啊 凭什么让你平白得了公司的一半 公司是我的 我淡漠道 陆言你再看看清楚 协议上写着 我净身出户 你放心 你的钱 我一分都不会要 不知为何 陆言的脸色却更加难看了 甚至浑身细微地颤抖起来 他应该高兴啊 自己又得到了钱 又得到了自由 爱情 如果我是他 一定会感谢这个大度的前夫 最终 他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末地抬头 红着眼眶将离婚协议书扔给我 拿着 滚 以后别让我看见你 就算你跪着求我 我也不会要你了 这次没人拦了 我直接推门出去 但是身上黏糊糊的 我还是打算先去卫生间洗洗脸 看着镜中我一身狼狈的样子 我都觉得好笑 怎么零了零了 我还这么受气啊 越想越气 我推门回了包厢 陆言脸色灰白 像丢了魂一样 装病的陈子柒现在不装了 反而温身安慰逐陆言 见到我 陆言眼中猛然一亮 还是嘴硬道 怎么这么快就后悔了 可惜我不可能和你复婚的 陈子柒却察觉到了气氛不对 结结巴巴道 许潇哥你是有什么东西忘记拿了吗 我帮你找找 确实是有件事情忘记做了 我走进两步 陆言警惕看我 许潇 你到底想干嘛 我想干嘛 我唇角一勾 直接把整个餐桌掀了 无数汤汤水水 静止往他们两个身上流淌 陈子柒还好 有陆言护着 只是身上湿透了 陆言的长卷发沾满菜汁 鱼肉 下意识尖叫出声 爽 被石化了一样的公司众人 过了好几秒反应过来 手忙搅乱地扶起他们的老板 帮着老板清理 我走出门外 虽然浪费了不少时间 但我最终赶上了登机 落地后 国外大厂的高管接待了我 对我十分友善 美女上次疑惑问我 许 之前我一直邀请你来我们公司 你都拒绝了 怎么突然想通了 我一笑置之 我和老板闹掰了 她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一脸理解和同情 之前我就觉得你的老板太压榨了 你这么好的人才 不应该被那样过度使用 我支持你 不知不觉 转眼我入职已经一个月了 这段时间 我在国外可以说混得风生水起 如鱼得水 没有露言的压榨 也不需要我为露言生活的琐碎事情操心 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效率其高 不久后 我为公司签下上亿订单 为了给我庆功 公司直接在公司给我开了规模奇大的庆功会 不仅给我豪车奖励 还给我升职加薪 全公司的人都对我无比佩服 对标露言 从来只是嘴上给我好处 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得到 聚会正进行中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我没有多想 还以为是哪个客户 走到安静的会议室接听 用的英语 对面沉默良久 我正想看看是谁的时候 电话那头 一向高冷的露言颤声问道 许霄 你居然真的去国外了 你不是说 会一辈子守着我的吗 即使没见到他 我都能想象出他应该很憔悴 声音很虚 要是以前的我 早就对他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 现在我只是冷声道 露言 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我的语气十分冷硬 露言似乎有些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声音变得尖锐 许霄就算我们离婚了 你就能这么跟我说话吗 我觉得好笑 反问他 不然呢 我要和一个陌生人温柔地说 亲爱的 你怎么了吗 说完这一句 露言突然不再说话了 我等到不耐烦 他才有些扭捏到 行了 许霄 我给你打电话 是因为我想和你说 我错了 最后三个字 他声音细入闻音 我则是奇怪 他怎么突然和我服软 这么想 我也这么问出口了 他立刻辩驳道 因为我爱你啊 对不起 之前是我没有在意你的心情 以后不会了 说实话 我 我们公司的资金链 好像出了一点小问题 原来这才是真实目的啊 我讽刺一笑 故作疑惑道 怎么会呢 有陈子柒这个天才在 公司怎么会出问题 露言快被我挤对哭了 许霄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公司和我们的孩子 有什么区别 是 我知道 子柒他能力没你出众 公司确实离不开你 我不是和你道歉了吗 你还想怎么样 这就是露言和我道歉的态度 还是那么高高在上 他以为自己还是曾经那个我爱入骨髓的女孩吗 我冷声道 露言我和你在法律上就是陌生人 都是成年人了 别纠缠了 说完 我挂断电话 无视之后 露言打来的一通又一通的电话 我把他拉入黑名单 不久后 我收到了一个国际快递 寄件人事录 我皱眉 预感不妙 露言究竟给我寄了个什么东西 我拆开纸箱 只看到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礼盒 礼盒里面 躺着一个褪色变形的蓝色领带 我呆呆看着这枚看起来就年代很久的领带 仿佛被硬生生拉扯到了数年以前 当年 我和露言刚刚毕业 我前去一个大厂面试 但是那时候我也比较窘迫 只能买廉价的西服 隔着这件事后 隔天 露言在和我约会的时候 献保式的捧上了这个领带 在当时 这个领带五百块 是拿了露言全身的积蓄 甚至卖了一次血才凑够的 那时我稳着他手臂上的针孔 让眼泪肆意流淌 哭着说以后一定让他过上好日子 一辈子只守着他一个人 多年以来 我一直保存着这个领带 是他陪我度过了艰难岁月 搬到新家后 我一直以为露言把他扔了 为此还和他大吵一架 却没想到 还能有再见的一天 我的心跳仿佛都变得缓慢了一些 闷闷的 我知道 这是露言想逼我回去 故意使用的计策 可是 他不知道的是 当爱已经失去 徒留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 又有什么意义 我一把火将领带烧掉 就当祭奠我死去的爱情 我短暂的将露言从黑名单拉了出来 他立即用得意洋洋的语气 给我发消息 领带我找回来了 你就别闹了 快回来吧 我回给他的 是火烧领带的视频 然后又把他拉回了黑名单 第二天 我正常去公司上班 却发现大楼门口的咖啡厅里 一个熟悉的人影 冲我招了招手 我揉了揉眼睛 发现那不是幻觉 露言 他怎么会在这里 我皱眉 刚要走进公司避避风头 他不知道何时已经出现在我背后 拽住我的胳膊 怎么有本事烧定情信物 没本事认我啊 他的声音悠悠响起 不知为何有些嘶哑 我有点头疼 只能在手机上 跟上司申请了请假 随后跟着他回了咖啡厅 我开门见山道 我没钱 我也不会回去 露言被我一噎 气得胸膛剧烈起伏 但是他脸上戴着盖住 半张脸的蛤蟆墨镜 我也看不出来他具体的表情 我指了指他的眼睛挑眉道 露言你戴着这个看人 礼貌吗 露言咬唇 似乎纠结了一下 还是把墨镜摘了 这一摘下来 我就知道他为什么戴了 因为他的双眼肿得跟桃和似的 一看就哭了一晚上 也难怪他声音嘶哑了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很坚强 我从没见他哭过 我觉得有点稀奇 但我还没有自恋到 是因为我烧了领带那时 让他哭成这样的 于是试探道 陈子柒和你分手了 露言瞬间坐着身子 咬牙切齿道 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都怪你 我皱眉 他就像被一根针戳破了的气球似的 突然泄气 有些崩溃的捂着脑袋 许潇 你别闹了 好不好 我都自己来找你了 诚意还不够吗 公司的事情很多 没有你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抓住我的手 泪眼汪汪向我保证道 许潇 我这次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了 以后我再也不骂你了 也不和陈子柒来玩了 以后 我会好好对你的 我直接甩开他的手 觉得毛骨悚然 为了骗我回去给他收拾烂摊子 他是真的什么办法都用了 只是我知道 能让他被逼成这样 公司多半垮的差不多了 我不可能回去 我冷声道 陆言你说的好好对我 就是让我帮你还破产公司的债务是吧 陆言瞪圆了眼睛 你胡说什么 公司还没破产 还好好的呢 我让子柒帮我盯着呢 他刚说完 自己放在桌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财务部打来的 他皱眉 似乎不想接听 我帮他滑动接听键 电话那头 财务部的人满是惊慌道 陆总 今天又有客户来讨债了 公司账上实在没钱了 很多货款没回流 资金链彻底掐死了 咱们可能要宣告破产了 陆言猛地站起身 目自欲裂 嘶吼道 怎么可能 我不是让子柒帮我看一天而已吗 怎么就破产了 财务也是一肚子的苦水 陈 陈总他一接管公司 就把账上的钱都转走了 现在根本找不到他在哪里 陆言浑身一颤 他捂着脑袋 似乎有些站不稳 颓然坐回了位置 我嘲讽道 你还真敢让陈子柒那个草包 帮你看着公司啊 陆言毫无反应 显然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 被巨大的变故吓傻了 过了半晌 他才颤颤微微拿起手机 疯狂联系陈子柒 他嘴里嘟囔着 不会的 不会的 子柒不会这样做的 当然 他打不通任何一通电话 他的脸色极其难看 比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 还要惨淡 我看了眼手上腕表 发现不知不觉都到中午时间了 于是站起身来 整理了一下衣服 我劝你快点回去吧 在我这里浪费时间 对拯救你的公司毫无用处 转身瞬间 陆言一只手却抓上我的衣袖 许潇 求你了 这句话 似乎用尽他全部立即 我没有犹豫 静止甩开他 他也没有追上来 此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只是偶尔在新闻中 看到他公司宣告破产 一身狼狈 似乎老了十岁的模样 一年后 我跟着美女上司 回国签合同 美女上司爱玲 如今成了我的新女朋友 她和我有说不完的话题 总是温柔 体贴 支持我 理解我的一切 渐渐地 我和她走在一起 她也知道 我曾和陆言的过去 心疼地抱住我 说如果是她 一定不会辜负我的满腔爱意 爱玲对国内一切都十分兴奋 最爱的就是逛夜市 吃小吃 我也愿意看她吃到好吃的以后 眼睛亮亮的模样 让我觉得可爱至极 想抱进怀里 这天 我和爱玲签完合同 又来到了一个夜市 她眼睛放光 指着一个摊位 惊喜道 烤肠 明明这些天 什么都吃过一遍 但她还是这么有热情 我含笑走到摊位前 问烤肠多少钱 摊主不回话 我以为她没听清 又温柔问了一遍 这次她说话了 五块钱一根 我拿着手机扫码的动作 顿住了 熟悉的声音 摊位的主人戴着黑色口罩 有些凌乱干枯的发丝 垂在耳边 她的手上有着大大小小的伤口 身上的围裙更满是油烟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会是曾经那个有洁癖 爱干净的露言 发觉我留在摊主身上 视线的时间过长 爱玲捏了把我的脸 宝贝 你怎么了 露言浑身一颤 低下头去 将烤肠递给我 爱玲勾着我的手咬了一口 含糊不清的说好吃 我给露言扫码过去 我没有和她再说一个字 离开摊位后 爱玲问我怎么了 忧心忡忡的模样 我迟疑了一下 还是把摊主是露言的事情 告诉了爱玲 爱玲瞪大眼睛 似乎想到什么 随后哼着疙瘩 你别难过 这都是她活该 说起来我还得谢谢她不要你 这样我才能和你在一起 我阻止她回去 给露言扫码的行为 失效 我牵着爱玲的手 走在小吃街里 食物的香气不断钻进鼻腔 看着灯火通明的城市 我的内心一片温热 未来应该是一片灿烂吧 全文完